北方冬天有暖气,南方阴冷潮湿 晚上有一张电热毯的床,成为最幸福的时光 那今天就来说说如何正确使用电热毯 一,电热毯不建议一开一整夜 不少人怕冷,电热毯一开就是一夜 每天早上起来,嗓子都干得不行,皮肤也是一样 因为电热毯长时间加热,使人体水分蒸发,导致脱水 人体长期缺水状态对我们身体有着非常不好的影响 二,比较软的床面不需要铺电热毯 电热毯里面有很多加热电阻烯,肠面过软容易折断 容易造成电热毯故障,甚至会漏电引起火灾 西蒙斯海绵垫等过软床垫不宜使用电热毯 三,电热毯不要直接铺床上 使用电热毯的时候,上面应该铺上一层薄棉被 棉被可以保护身体,防止温度过高,引起低温烫伤 还能防止电热丝阻断引起漏电 电热毯安全使用小知识就说到这里咯 如果你喜欢,记得叫我关注哦 使用电热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,可以给我留言